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24日 已經是 星期一了 今天早上有一宗 最新的新聞 我們在英國 已經是天亮了 現在5時 其實4時多已經是天亮了 但是在香港的時間也是5時天亮的時候 清晨時分 一架美國 飛往香港的飛機 有一個女人 落機 被國安人員帶走 這個人 其實就是 袁公兒的大女 袁麗望 這個名字大家會比較陌生一點 因為大家會記得 他的兒子就是袁麗昌 他的女兒就是袁麗明 實際上 袁麗望是他的大女 大女的意思就是 他跟袁麗明親姊妹 他是大個袁麗明的 這件事 其實消息就是這麽多 其實消息的渠道 是由網媒白影 提供的 提供的 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我剛才剛剛看Facebook 他在Facebook說了 白影 首先要多謝他 因為他提供了很多照片給我們 我們 想印一本書 送給一些 政府 現在書裡面主要是一些照片 圖冊 他送了三萬張給我們 這件事是十分感謝 他幫我們認日期 做了幾個月 做了幾個月 不眠不休 也沒有收錢 也沒有收我們錢 也很感謝他 我們這本書 其實我們也是主要是 我們做一些 政治的宣傳 會送給各個地方的政府 我們希望他爭取支持香港人的政府 組織 以及 議員等等 接下來 這個 這個 整個 細節 現在我們還在進行 到時有 我們就會宣布 這個 是非賣品來的 當然 看到白影提供了消息 我們 也想 了解多一點 第一時間當然是要向 當時人員 袁爸爸了解 不過 袁爸爸應該 就是在 加拿大 但是 加拿大時間 我們現在是5點 加拿大幾點 可能也是晚上來的 不過他可能還未看到訊息 可能只是睡覺了 大家知道 他 一到到晚上很早睡 消息 不知道是 是真還是假 但是 我們看到已經有 不同的媒體引述 包括東方日報 引述這個報導 就是 袁利明 袁利 袁利網 袁利網 下機的時候就被國安人員帶走 當然 網媒沒有說到是被甚麼人帶走的 當然是國安人員 難道是食環處帶走他嗎 難道是運輸處帶走他嗎 不會的 一定是國安人員才會帶走他 原因就是他爸爸被通緝 好了 家人 現在變成 每一個在海外的人士的軟能 其實共產黨從來都是向你家人賣手的 我自己 去年也是 我們被人搞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我們家人也被人搞 好了 然後 不單止是搞你 搞你家人 搞你的父母 搞你的子女 所以 那個人家人家人家人 搞你的子女 不是 不是 大家都非常把他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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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鋒鑑鑑鑑鑑 vid 私房子emper 私房子emper 包括 他在哪裡 怎麼可以找到他 會不會勸他回來自首之類 實際上 大家也知道 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尤其是成年人 每一個人超過18歲 他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只有 中國人 才會搞一些連坐 因為這是政治案件來的 他不是說是兇殺案 要找他的家人調查 現在問題 國安現在所作所為 就是中國人那種 最不要得的方式 連坐 恐嚇 你身邊的家人 你的致親 從而達到 威脅你的效果 即使他不拘捕他 他也會 做出一些 導致你覺得 投鼠忌器 你有人質在人家手上 袁黎明 如果大家有炒股票 或是有接觸過 袁黎明 支持你 你也會 聽過這個名字 因為他是 打理這個 袁黎明 袁黎明 生活百貨那個 類似那個 那盤生意 他是幫他打理的 也 聽朋友說 袁爸爸說 他這個大女兒很厲害 幫他的小女兒打理生意 各方面做得很好 照顧好周到 因為 我的渠道也是 來自袁爸爸 大家也知道我們跟袁爸爸是一個好朋友關係 他本來打算是 之前 上一次 他每次來倫敦都是居住的 之後 他本來說是24日來的 但應該是在多倫多 有活動在搞 所以 應該來不了 他本來就說是24日來我居住的 當然 隨時有機會有甚麼改動 我們看到 我們很多資料都是來自袁爸爸 現在沒有辦法直接向他求證 可能他睡了 但是 從他以往的說法 其實他跟 家人 因為他很多 大家也知道袁爸爸是 他跟我說的 他是離婚專家 他結過很多次婚 他來過很多次婚 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老婆 可能 每一宗生意 可能那裏就有老婆了 所以他來過很多次婚 他每一次離婚都安排好了 給了錢 那個老婆是十分之好男人 當然 結婚多 老婆多 子女自然多 他也不是只有這幾個子女 他有很多子女 很多地方都有子女 甚至乎應該說很多地方都有子女 所以呢 子女跟老婆接觸是很正常的事 你老婆去反共 你抓我來問話也沒有用的啦 他怎麼知道老婆在做甚麼 實際上 如果你不是大家一起住的話 父母和子女 可以完全不知道對方在做甚麼 現在說共政權要做的事 就是要透過 恐嚇 這些 這些家人 騷擾這些家人 騷擾他們在香港的家人 透過滋擾他們 令到 他們在海外 可能是 不敢出聲 說少一些話 你看到其實震懾效果是達成的 是唯一一個 就是袁爸爸而已 因為 他當然還有一個公眾人物 有一個媳婦 有一個兒子 是公眾人物來的啦 一個是立法會議員 一個是新聞黨的其中一個 一個高層要員 即是他的兒子袁尼昌 是新聞黨的高層要員 所以 很多人會問 究竟 什麼時候帶走袁尼昌的問話 什麼時候帶走容凱恩去問話呢 有人會這樣問 其實 這個 我自己估計 國安處 實際上也知道他們的底細 尤其是容凱恩 大家也知道 首先他是立法會議員 第二 他跟正苗紅 他老爸 就是招商局那邊的人 高層來的 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才 放他在新聞黨 所以 警方基本上是不需要找他 因為這個是屬於自己有 他也是大小超的 擺明是大小超的 他不會跟你說什麼程序 不需要程序的 因為他們 國安做事就是這樣 自己有來的 查什麼 當然啦 如果真的有些支持 網友建議 叫人進一萬元 袁尼昌的戶口就說 袁尼昌的戶口就說 避註香港議會顧問費的一萬元 當然這個能否屈到他呢 實際上也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你真的由這個員工移戶口 直接是 轉帳 看到員工移戶口 可能 就有一點可以騷擾到他 實際上 我想那個作用也不大 你不是大錢 你說不是啦 給他500萬 那麽可能真的有機會騷擾到他 到時真的令到 國安都要懷疑 但是你說一萬元 很明顯你是惡作劇啦 其實也有人很質疑 有網友向他質疑 為什麽 一直都不搞容許因 拘捕袁尼昌啊 現在不是不拘捕 是他認為 袁尼昌實際上 也是 結半個厭制 所以他可能 有文化 又或是有透過一些人 未必有帶走他的國安處 可能也有文化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問他 比較私人一點 也不方便問 大家明白嗎 因為我跟袁爸爸 大家知道 我們好朋友 很多時候 過份私隱的東西 大家都會 採取尊重 不問就不問 但是這件事 他大女兒被帶走 其實就是 國安正式 是動他家人 因為 容凱恩 和袁尼昌 那個身份比較特殊 警察就不會用到那種手段 但是 對袁尼望 當然 如果袁尼明 兩夫婦回香港 估計也是會被人家搞的 據說他們已經走到加拿大 當然是最好 走得到 這一節 突發 我們到現在 截稿前 也未見到 阿袁爸爸回覆 可能還未睡醒 我們也會跟進這件事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下文 可以和大家繼續說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